即将染蓝的小米01810,虽然上季经调整净利润下跌7.2%至33.73亿元人民币下同,但仍然远性市场之前预期的23.5亿元。 对于美国制裁华为,中印关系趋紧。小米管理曾认为,不论经济形势及疫情发展,小米未来数年在国际市场仍有快速增长机会。 小米交出优于预期的成绩表。第二季总收入录得近535.4亿元。按年增长3.1%。受惠投资公运价值变动增加。配合投资录得储置收益。带动小米贵度多赚1.3倍至44.94亿元。 小米股价作升1.04亿元或5.7%。收报19.16亿元。智能手机业务收入贡献316.28亿元。按年下或1.2%。受惠中高端手机销量占比上升。小米在全球智能手机平均售价按年升11.8%。 集团合伙人兼总裁黄祥在电话会议表示。在4月及5月。境外市场受疫情影响产品运输及销售。随着全球各地区逐渐解除对商业活动的限制。 销量恢复明显。7月份小米在境外市场的智能手机日军激活量。 以超过1月份的疫情前水平。 他续说。7月份印度智能手机的日军激活数量已回升至疫情前水平的72%。 其他市场的日军激活量更是疫情前的120%。 小米上季来自境外市场的收入为240亿元。 按年增长10%。 其中,小米智能手机出货量在印度的市占率为30.7%。 连续第十二个季度清贯。 被问到中印关系紧张对小米的影响。 黄祥认为。 小米产品在印度获得一定的认可。 又指重视与印度的伙伴合作。 推动中印人民的理解和信任。 他强调。 对发展印度市场有信心。 未来将继续在当地提供产品。 对于小米智能工厂发展。 黄祥认为。 是推动智能制造的第一步。 目前实现每年100万产能。 他俗说。 该智能工厂涉及小米智新或所投资伙伴合作搭建而成。 未来会持续加大生产线的规模。 现阶段仍以研发和试验为主要目的。 早前集团创始人雷军特意走到小米智能工厂。 直言要帮忙拧螺丝。 可视工厂属于全自动生产。 令其拧螺丝的工序无用武之地。 至于IoT与生活消费产品。 上季收入录得152.53亿元。 上升2.1%。 互联网服务收入升29%至59.08亿元。 单是来自广告业务收入变占31亿元。 按年增长23.2%。 主要由于内地推进复工复产。 广告主的预算亦有所提升。 不过,黄祥提到。 由于对金融科技业务作出较多的保守减值撥备。 加上毛利率较低的游戏业务收入占比上升。 拖累互联网服务上规模利率由65.6%至60.3%。